来关心国际消息 以色列与哈马斯爆发冲突 也掀起了美国校园反犹太主义 结果哈佛的首位非裔校长盖伊 疑似受到了于辞之殃被迫辞职 成为任期最短的哈佛校长 在六个月前非洲裔的盖伊 就任哈佛校长时 就面临了多项论文抄袭的指控 但是上个月五号 美国国会举行 校园反犹太主义兴起的听证会 却是致命的一级 当时盖伊拒绝以是或不是的 简答方式来回答议员 犹太种族灭绝的提问 结果惹火了议员与哈佛的赞助人 也逼退盖伊的压力是排山倒海而来 尽管有700位的教职员力挺 但是盖伊最终仍然被迫辞职 哈喽 我是正小方 想要场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